欢迎收看威力奇博银 大家好 我是期货威力哥 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 那这一个礼拜呢 一开始的一个早盘啊 就让大家感到非常的一个惊讶呢 首先是整个行情往下走 接着就出现了一个快速嘎空的一个行情 那截至录影为止呢 整个行情的刚好来到一个形态上的一个关卡附近 做一个震荡的一个排回 那从 早上的这一个很刻意的这个急涨的嘎空走势来看 这还是人为性的一个操作呢 成分比较高 那大家 要去观察的就是说 以往 这种手法 他最大的败笔就是说 他的持续率不会很强 那最主要呢 就是 这个奉命 进市场去做护盘嘎空的这一票的人 市场经验比较不足 他把这一个上头交代的这个护盘的命令呢 集中在很短的时间内 去做一个护盘的一个动作 事实上他应该怎么做 他应该要分时段 他应该要分时段 早上的部分呢 负责止跌 在靠近10点半11点的时候 冷门的时段呢 再去发动攻势 这样是一个比较适合的 一个方式 显见的这一个 今天负责 护盘嘎空的这一 这一票势力呢 手法还是相对的深嫩 这种 就是比较年轻 然后突然这个接到这个很大笔的一笔资金 官方的这个委外代操的这个资金 然后这个买的非常开心 其实这个手法非常的不恰当 所以今天要关盘的重点在于 后续市场能不能认同这样子的一个 嘎空的一个行为 能不能呢 把量能放大 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整个国际市场的氛围 是不是有利于 今天这种早盘急涨的走势 我们先看到 整个国际市场的部分呢 欧美市场 在上周五 在上周五 你可以看到几乎是全面性的翻弱 那原因也蛮多的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有哪些原因 导致整个市场相对来说是比较疲弱的情况 首先第一点 在科技股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刚刚 各位你去看到这个费城半导体的部分 他相对是比较疲弱 因为上周五跌了2.69% 最主要原因就是在于高通 高通啊 各位你要知道他是 全球前20大的半导体厂商之一 同时他也算是在全球 通讯晶片里面 他最少应该都可以排在前三大里面 很多这个无线通讯的这个晶片 几乎 几乎 大部分的这个晶片 几乎都是用高通的部分 原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效能其实是比 Intel要好一些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前阵子 高通跟苹果会有关系 因为这个高通去控告苹果 涉嫌窃取高通的机密去给Intel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苹果想要扶植Intel 让Intel的晶片效能能够跟高通 定价齐驱 这样以后苹果就可以怎么样 有两个厂商去做比价 他就可以取得 成本相对比较低的一个晶片 最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科技股方面 在 几乎现在的现金国家的这个股市里面 科技股都占了相当重要的成分 那在科技股相对疲弱的一个情况之下 市场就会有一些担忧 会承受一些压力 能不能往上涨 我想科技股是一个值得关注的 一个标的族群 那紧接我们要看到的是在于 另外一项因因素 就是在美中贸易战 目前中国能回应的一个情况之下 各位你可以看到 印度 率先 在中国以外的国家 他率先针对美国 取消他的一些这个关税的优惠待遇之后 印度呢 紧接着就针对美国这样的一个动作 祭出了 报复性的这个关税措施 我们可以看出来呢 这个印度的一个表现似乎比中国 更加的强势 为什么呢 你来看 这个 印度 针对这个美国出口到印度的一些这个 算是这个暖性产品 还有一个蔬果类的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其中啊这个核糖税率从30% 涨到呢 这一个120% 那这个 雪莲 这种东西 税率涨到70% 那另外呢 这个 印度是美国的 最大的这个信任的这个买家 那苹果的美国苹果的第二大买家呢 就是印度 所以这个对美国这个 农产的部分 会是一项打击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可以看到 现在美国在全世界挑起这个贸易战 似乎大家都已经从 原本的这个融振到现在已经开始态度转趋强硬 这是第二项呢 比较短期不利于 整个国际市场 分为偏多这样的一些因素 那最后我们要看到的是跟原油相关的部分 那简单讲就是说 欧佩克他持续在减产 原油为什么还是相对的会比较疲弱最主要就是 美国这个德州原油的开采量不断不断不断的在增加 美国现在的石油出口 已经可以说是仅次于沙奥地阿拉伯 他等于是全球第二大的石油产出国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原油难免就会承受到相当的一个 压力 那加上的美中贸易 这个 情势相对来说并没有一个比较和缓的迹象 那当然中国也会慢慢减少跟美国 购买一些物资 那中国现在已经慢慢的将他的市场转向到 石油输出国国家 转向沙奥地阿拉伯 沙奥地阿拉伯 也非常的高兴 把这个油的去卖给中国 那正面有一份报告提到说 中国去年的这个对欧佩克的这个需求 然后这个原油需求增加了3% 增加3%可是他相当于什么 全球需求的一倍 非常的一个惊人 非常的惊人 所以各位从这些数字来看你就知道 到底美中贸易战 最后吃亏的会是谁 绝对是美国 等到后面这一两个月 经济数据慢慢的出炉之后 就可以见真章了 就可以见真章 也许有些产业的美国产业会受惠 但威哥相信大部分的 这一些 美国的这些以出口为主的这些产业来说 应该会有超过半数会受到负面的影响 所以在这个部分提醒大家还是要 特别的留意 那请教我们要看的是重要指标跟数据的部分 在重要的数据的部分 当然在欧元区方面 那比较重要是薪资的一个成长 薪资呢如果我说 欧元区他的一个薪资能够成长 那表示 第一他的失业率有改善 有改善你的薪资才会成长 那第二薪资成长会代表 他未来的一个消费力道 也会增加 表示欧元区的经济就很有可能 复苏 如果这个数字是没有成长甚至又呈现衰退 那这个对于欧元区来说 其实就不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消息 甚至 甚至可能会造成欧元区相关的一些 股市 惠市 都会有一些负向的调整 那在美国方面你要留意的是 今天比较稍微重要的是纽约制造业指数的部分 这个数字值得大家关注 那这个礼拜整个看盘的重点 我一个认为真正的大行情可能会集中在礼拜三 为什么 为什么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在于说 礼拜三的刚好是我们周合约的一个结算日 另外一个重点是在 礼拜三跨到礼拜四 也就是礼拜四台北深礼拜四清晨两点 美国联准会要 发布他的一个 这个利率决议 全世界就开始观望这个部分 大家都在猜说联准会 会不会降息 会不会意外的降息或者是联准会 会不会有类似 货币宽松的措辞出来 比如说 提前结束缩表 或者是说明确的 去宣示说 可能 考虑 在 比如说在第 三季 的这个 比如说九月份 或者说在年底 他 做一个这个货币宽松政策的这样的一个预告 如果有的话 那美国对于美国股市来说 短期来说他会有一个激励的一个作用 因为这个川普也是希望股市能够 因为降息而受惠 但是可以想象的是 其实联准会会有降息的动作 应该 也不会有太大的幅度 可能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小小的一个 一个降息 因为在这个时机点 太大幅度的降息 他在短多反应完之后大家要联想到什么 联准会做这么大的动作突然转弯做这么大的动作一定是代表 美国的经济数字有了 非常大的一个衰退现象 那这样子情况就值得大家去做 一个负向的一个思考 你就不能再想说 那更好 那FED降息幅度会更大 事实上你要去留意的是 那后面隐藏的经济衰退 可能会非常的严重 因为要一口气降两码到三码就表示通往他的一个经济的 数据结构已经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反向 一个逆向成长的一个情况出现 让FED以及美国白宫感到紧张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如果他有类似的措辞 那当然对股市说短线是好事 那大家还会往上 去往上走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 至少联准会 已经 比较没有像以前那么牛皮 他的一个 态度已经有暖化 那至少你对于这个旧市的这个政策 你有预知到 你有预知到不会像之前死板板的耐心等待 耐心等待 所以短线呢 降息很可能会 如果有类似降息的措辞 当然他有可能会 往上去做走扬 但是如果他没有说 提到这个降息 他只是说 考虑 考虑 跟上个月一样 考虑 如果真的有什么经济数据大衰退会考虑做个调整 因为上他 这样子的一个效应的短度效应 相对说他的一个发酵期就会特别的短 因为并没有实质的动作 并没有实质的动作只是在老掉重弹 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的反应就会比较短暂 另一方面呢 就可以看出来联准会其实是在做什么 抛一个风向球 看看市场是不是真的那么脆弱 我抛一个方向球你就大涨那就表示什么 那表示市场在装模作样 那表示联准会 他升息的这一个 他降息的这个几率呢 又会往下再做一个修正 未来很可能到年底 或是到第三季的季底 甚至他都可能都保持利率不变的一个状况 如果利率不变了那行情就会 在继续的 在这个横向的区间的去做一个摆档 紧接着大家要关注什么 6月28 29号 20国的高峰会 到底美中双方能不能 这个开启 重新 贸易商谈这样的一个契机 就看谁先让步 但目前看起来的中国是相对强势 中国现在已经 有点在看好戏的心态 就看你美方愿不愿意退 愿不愿意退步 愿不愿意退让 如果美方愿意退让 从美贸易谈判就可能继续 如果美国不退让 那这个僵局就会持续下去 好 紧接着我们要 根据刚刚的整个国际市场的消息来看的 海外企业商品是清源油 清源油的部分 让大家都 早上已经看到我们台子在预先做反应 那其实上周五的 美盘呢 跌幅也有做一个收敛的状况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觉得清源油他已经开始在反应什么 跌身反弹 日线有跌身反弹 而且他有打底的一个情况 在形态关卡附近打底的情况 所以你可以看到清源油也开始怎么样 开始呈现 分时线开始呈现震荡 试图想要 往上做突破 所以清源油这个商品你只需要留意 第一他日线的格局有打双底的状况 第二分时线你可以看到我们的 威力指标的部分呢 他已经往上做翻 但是操作上呢操作规划上你要去留意 在这个调音现在还是冷门时段 行情可能要下午才会 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 那你要去观察是清源油他目前的一个价格呢 把它下档的一个五日线 所以五日线 相对来说就变得比较重要 因为他 很可能是一个形态上的一个 支撑的一个关卡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要留意就是说你的操作的手法如果你是要保守型的 那你可能能让他慢慢的峰回到五日线 那你再去 思考 要怎么样 在什么样的一个价区里面去做一个布局 那如果你是比较积极型的 当然你就采取突破式的 你可以采取突破式的手法 让他突破上档的 上面的这个形态的关卡的时候呢 你再顺势去做 追单的布局 那当然呢 最底下他有一个形态上的一个 一个 最后的一个防守点 价格大 那一边呢就可以获得支撑的一个防守点 那如果这个防守点失守 那你肯定要留意 这个拼脱的格局呢 可能有一些 突发性的因素改变了他 那表示这个寻求打底的动作失败 那这个走势就很可能再下去 再去测一次底点 甚至 下破低点的几率就有可能 所以在原油这个部分呢 目前我们的看法就是 这个在比较短线可能会有一个跌升反弹的一个动作 日线已经三红了 在这个地方呢 你只要顺着这个日线跟分子线的方向 去做顺势规划 那紧接着我们要看到的呢 是台子的部分我们回到台子起货的部分来看 日线的部分你可以看到指标都还是比较偏的 可是指标的状况已经有一点点 在做负向的修正 那在形态上呢 这个偏多的格局没有变 你可以看到他非常的漂亮 他往下打到一个 这个反弹坡的这一个 上升的这个趋势线的部分 他就开始展开一个强势的拉弹 并也试图要去收复日线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今天的整个找盘看盘的重点 你要留意就是 五日线能不能手稳 能不能手稳并且站上 如果五日线呢 他还是没有办法手稳并且站上去的话 而且要温和的放量站上去 如果没有的话 那只能说今天的这个护盘的动作 其实呢这个手法太过粗糙 在这个地方很可能呢 晚上还是会稍微的震荡一下 然后呢再 试图呢 再去挑战这个今天的一个高点 然后呢 再看能不能 手稳的一个五日线 到夜盘 如果他没办法手稳 他还是会站上来 测试一下五日线 如果可以站上的话 那就不排除 他有机会去挑战 这个上一周 上一周 上一周的一个相对的一个高的位置 甚至呢 很有机会的再去测试 季线 这样的一个形态的一个关卡 请就我们来看分时线的部分 在分时线的部分 各位 你可以看到 这个指标的部分呢 因为这个很刻意的利用嘎工手法的一个拉抬 指标呢也被扭转上了 目前指标的状况呢 逐渐在向上做一个翻扬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他只需要去留意呢 去留意什么呢 去留意说 原本已经被下破的 上周五 上周五呢 原本呢 这个 这个 已经 往下跌破 这个重要的这个形态关卡 这个部分 能不能守稳 那这个形态关卡的部分在什么地方呢 你可以看到 他大概是位在于这个 上周五的 上周五的这个 灶盘 灶盘的这个相对低啊 灶盘的相对低 如果 今天不但站不上日线 而且又再拉回来 啊 比如说像这一根 小时k 第一根小时k开盘的第一根60分钟k啦 应该说是60分钟k 如果他中间一半的位置都没有办法守稳的话 那你不用怀疑的表示今天呢 早上这个很刻意的拉抬 他已经什么 失效 他已经失效 表示手法太过粗糙 市场并不认同他 那在短线上你需要留意的是什么 短线上的你需要留意的是说 在一分钟k的部分你可以看到 这个走势已经来到一个 涨多区 在这个地方 他震荡 小拉回 难免 真正的一个重头戏可能会集中在 12点到1点那个时段 就是说五日线的一个工坊 应该会集中在那个时段 因为早上看起来是一个亮人 做的不是说很漂亮 不是说很漂亮 手法也不漂亮 因为那一看就知道是很人为的 很刻意的 在做 利用嘎空的方式 想要去做 互盘 取量 这样的一个动作 这样的手法 往往 对于这一段 弹生的走势 不是好事 因为他对他的力道 不会很强 因为你这样的手法 第一 他也没有试探到真正的一个关卡 就往上嘎 市场不认同他的话 如果你亮人又 假设说你亮人又做不出来 那市场会怎么做 逢高 逢一个形态光 还是会持续的去放空 他去调节他 那这个走势就会变得 很不好操作 因为 他每到一个形态光 就有空单接掌 就有调节 麦娅出场 他就会形成一个震荡 那别人操作者你只能怎么做 你只能看着日线 看日线有没有失守重要的关卡 然后去跟他猜下一个盘别怎么走 猜明天怎么走 所以在 操作上呢 对一般的投资人而言 相对来说困难度会比较高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就 可能我一个要提醒你 你要善用 你的这个指标工具 尤其是在分时的这个指标 他可能比较顿的一个情况之下 进入整理盘你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 像我们的威力指标 他有60分钟K 有1分钟K 当你预期行情会在形态做一个震荡的时候 你 不用怀疑那个趋势指标 因为扣底的关系 你会发觉他很容易买在相对高 卖在相对低 那这时候你就要去搭配一个 分时线比较短的指标 所以你看我们威力指标他就有5号跟2号可以给我们同志朋友 你可以去选择 5号单独的策略 2号单独的策略 或者是 一长一短的策略去做搭配 像我们的这个威力指标的2号 你看 前阵子这样的一个震荡盘 震荡的一个 走势的一个盘里面 你可以看到 他一样是善用我们的三色管理法 借同买偏绿空 踩到两次 黄线就观望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那你可以看到 他善用这样的方式 从6月到现在 到今天为止 已经6月17号 刚好月中 刚好半个月的时间 给你去看 其实实际上 他大概只有 两个礼拜左右 大概12、3天 12天左右这样的一个交易日 跟你去看 光是我们2号这一支策略 他用城市交易去模拟出来的 模拟交易出来这样的一个 数字呢 你可以看到 82点 基本上唯一根 有可能到录影的时间 近棚录影的时间 跟影片发布时一定会有落差 所以基本上我都用比较保守方式 在去掉一些数字 所以你看到就是相对的 我估了 不是说估了 就是说 他实际软体跑出来的数字 我也在把它剪掉一些些 你看 保守估计 累积到今天为止 这一支当盘充的策略 也就是说他不隔盘的策略 你看他就累积超过80点这样的空间 如果你一点 大台一点是200块 16000多块 826 16000多块 而且这个策略又不隔盘 而且他只做 他只在 台子早盘开盘的时段以及美国 股票站开盘的时段才会去做新仓进场的动作 然后在那个盘别要收盘前他一定会把它打掉 所以他不会有 隔盘的风险 然后他不必去忍受隔盘调控的风险 跟你去看 你去看 这种的策略相对来说 因为他少了隔盘的风险 他就相对的 比较安全一些些 他带来的 一个 整个操作 累积下操作的一个数字 相对 也好很多 虽然说他不但 大赚特赚 所以你要想 半个月的时间 80点 乘以200 1万多块 每个月 1万多块 他也是很好用的一笔资金 对不对 那如果呢 你对城市交已经有一段 接触有一段时间 或者是你曾经摸索过这个商品你就知道说 交易呢 真正的交易 其实他不可能会有每天赚的状况 他一定有赚有赔有赔 城市交易的核心在于 大赚小赔大赚小赔 趋势啊你的需要能够掌握得到 威力哥的5号策略呢 基本上他是在获胜率跟盈亏比呢 相对都比较中性的状况 也就是说他的获胜率呢 比50%高一些 盈亏比呢也有大于1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他是一个相对呢 大部分的策略说他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一点的策略 因为他有动态式的停利停损 所以你看他的一个表现 各位你看看 虽然这几天的绩效呢 网上冲高的一个状况呢 收到一点点阻碍 因为他5月份的绩效呢 成是这支5号策略的绩效 模拟出来的绩效相对是不错的 难免呢绩效好一阵子就他会有点什么 像小孩子 吃代表会吐奶的状况 你看 但他虽然有一点点 那个绩效回吐的一个现象 但其实 比例上并不多 那大趋势来你说大赚小赔 他就能够累积出 相当的一个数字 你可以看到6月份到现在 保守估计都还有270点 还有270点 而且这是我刻意有去掉一些数字 270点 超过5万块 超过5万块 如果你是一长一短的 5号搭2号的 可以去看 超过了300点以上的空间 6万块 半个月 基本上如果你觉得后面行情不好做 大可能暂停 你可以 6、6、7万块 6万多块 也够 一般的 单身组 算是 还不错的 还可以过得自由自在的 善用城市交易 善用指标工具 尤其现在 各位你去想 刚刚我们这个 经济数据的部分 各位你看 你看那个重要形势 另一个地方 6月20号 6月20号台北 凌晨2点 FED要发布利率政策 那个时间 你在干嘛 你在睡觉 难不成你还要那个时间在特地爬起来吗 隔天礼拜 都不用上班工作吗 还是要吗 你怎么去盯盘呢 所以要善用电脑工具 当行情发动的时候 让城市去帮你控制风险 让城市去帮你追逐 消息面 所引起的这个波动 所带动这个趋势发动的那一个瞬间的行情 你不用在那边 神经细细 紧紧张张的盯着电脑 看对就算了 那看错怎么办 输钱那里 万那一天晚上 睡觉又很不好睡 对不对 所以善用 城市交易善用你的电脑工具 只要指标工具他有经过一段时间的回撤 这个 指标这个策略经得起市场的考验 继续化去操作他 做好你的资金控 做好资金控管 做好风险控管 然后纪律化去执行 或者是利用城市交易来代替你做纪律化操作 长期下来 想要在市场上赚钱 想要在市场上赚钱会很困难吗 不会吧 如果你已经看威力哥节目看了一段时间 当然如果你现在只是我的粉丝 你还没有加入这个威力哥的会议 没有关系 每天帮我们都会提供台子跟海琪的一份报告 你都可以在威力哥的网站 或者是大家 这个FB 你都可以去看到 那也欢迎各位 长期的去追踪 然后去善加利用这些讯息 威力哥相信 我的专业经得起市场的考验 也经得起各位投资朋友的检验 你只要长期的 去关注 长期的关注 当然最好能够 成为威力哥的威力起货的这个 会员家族 这样长期以来 长期以来培养出一个好的交易习惯 风险控管的习惯 想要在市场上 生存下来 想在市场上赚要钱 真的 不会 像你所想象中这么困难 如果你过去两个月一直都没有赚钱 那威力哥奉劝你真的 好好的换个交易的工具 记住威力哥跟你讲的话 所有赢家呢 都有一个特质 就是看到好的工具好的机会 要立刻去采取行动 所以想要成为赢家 请记得要赶快采取行动 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 最后威力哥祝福各位 投资朋友 操作顺利 获利麻烦 发大财 感谢您的收看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